日前在运气的谢娜发微博宣布成立时尚品牌 还直接以自己的名字给这个品牌命名为那样 谢娜称自己三年前去清华参加时尚作品发布会时 就感受到设计师们的热情 还自发曾获得国外某设计学院的全额奖许金 对此粉丝一边倒的直视偶像为她打气 但是不少网友吐槽大合装姐都那么土 不适合玩时尚 日前谢娜就在微博晒出了一张自制的牛肉肝照片并复文 自制四川牛肉肝想知道作法吗 还配上几个可爱俏皮的表情自从升级为准妈妈 谢娜的心情简直好得不得了 谢娜晒出的牛肉肝简直是色香味俱全 一看就让人垂眼欲低 真是不折不扣的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妆结真是太幸福了 作为四川妹子吃辣应该算得上是本能了 但许多怀孕后的准妈妈口味都会有所改变 不过咱们的那妈咪怀孕后依旧如此喜欢吃辣 难道是在暗指腹中宝宝是女孩吗 我有看到谢娜晒出的照片后 除了称赞她厨艺了得外 纷纷留言 索儿辣女 辣女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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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